而为了保护秀林乡亲免于染疫的风险 秀林乡公所的一年一度模范父亲及模范乐婿的表扬大会活动 今年是停办 而为了不让这个疫情影响到对模范父亲和模范乐婿们的尊敬 乡公所同仁则是前往到各村表扬并赠予讲座及礼劝 来表达对父亲们自治上的最高崇敬之意 父亲节快乐 秀林乡长王美贵 秀林乡名代表林乡龙 王泽源 陈龙 陈美莲和秀林村村长 都显得开开心心的为全天下的父亲们表达祝福之意 受到疫情的影响不能够办理大型的活动 秀林乡公所并且把表扬活动全部取消 而是采取各村亲自表扬伟大的爸爸和女婿们 来跟他们说一声 父亲们辛苦了 今年父亲节刚好碰到疫情 虽然是二级的开设 不过我们未来还是要把防疫工作优先在前 所以这次的父亲节虽然没有像往常一样 这么的隆重 这么的热闹 但是我们对父亲的爱意跟敬意不变 我们还是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爱 所以这次就是由我们公所的承办人员以及乡长一起到部落 亲自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敬意 跟谢意来表示亲自颁送给他们 所以在这里也在此我也祝我们所有秀林乡的爸爸们 以及全国的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今天刚好是全国父亲节 我们先祝福我们全国的父亲节快乐 尤其是我们秀林乡的 我们的大家长 王乡长特别用心的 虽然是我们被疫情搞乱 但是我们的父亲节的用心 关怀 还是不断的 还是在祝福每一个父亲节 祝他们身体健康 平安 极乐 谢文乡长 王玫瑰则是在5号这一天前往的和平村 崇德村 富士村 秀岭村 韩金梅村 在八八节的前一刻来献上祝福 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 不过表达的诚意还是要展现出来 为了对家庭的资助 模范父亲 以及允许你们表达尊敬和祝福 希望我们会还是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记得综合 休想不到